什么是移动泉水流白起 一种新赛季白起初心装备 泳夜守护 搭配不死鸟之眼和四肩肉装 一秒能回将近一管血的玩法 至于有多强 一打五对手的伤害还没有你回血块 而且伤害巨高 大家好 我是群人家校外 今天这个套路用三个素材讲解 分别是新耀二一颗心 还有两把颠分赛对局 名文和出装在视频最后 请大家一定要看完 新赛季第一天我用白起打了12局 4个小时之内以80%的胜率打到王者 大家都知道新赛季的第一天有多难打 更何况是第一天的颠分赛 用白起几乎都是碾压局 先看第一局 新耀二一颗心的排位赛 这局是对线一个夏洛特 负责任的说 不管他会不会玩 泉水流白起全程克制他 前期天奔开局 无聊的镜头先跳过 中路爆发团战 发现残血象与虚敌一技能差点伤害 我们有点短A不到 那直接交大送他回家 紧接着利用大招后的满能量 一速加成追击百里全色 帮助队友祝他幸福 这边莫子还想收他 等杨玉环打出控制 我们在他身后放二技能 同时后撤步蓄力一技能 拉回来瞬间配合队友直接秒掉 野区发现夏洛特追击杨玉环 先不急着上 等两人站位集中再交大招入场 同时向项羽身后放二技能 本来想两个都秒 夏洛特反向走位 那只好放走项羽 用被动带走夏洛特 这边悬侧勾到杨玉环 两个残血队友肯定没了 治疗不要白给 留着自己操作 全侧勾到我不慌 他越打血越少 最后一技能送他回家 这边也是被莫子大招堵在墙角 直接放下手机 准备快速回城 复活后继续对线夏洛特 小地图发现项羽蹲草 差点把马可秒掉 我们先留着大招 蓄力一技能帮助马可带走项羽 之后先不要管莫子 直接去找鱼姬 蓝猎王堵住他的后路 我们大招控到蓄力一技能 祝他幸福 来看这一波中路草丛爆发团战 我们不要大招起手 先去吃到伤害 把能量调加满 这样移速和治疗量最大化 等对手控制结束 直接去找鱼姬 大招控住一技能 送他回家 像我们玩白起带治疗 需要有点小心机 不要浇得太早 不到残血不要开 就像这波 对面打我的伤害 还没我回的血多 我们就用这个血量 去诱导对面打你就好了 如果你感觉 对手下一波伤害能瞄你 你等他浇技能的同时 你再开 满能量状态下 一个治疗加一技能 几乎可以把血条回满 达到中路 发现白底全策 连坡一技能 空倒同时 我们放二技能 之后蓄力一技能 没秒掉 大招先把头拿了再说 之后再去找项羽 治疗想救杨玉环 无能为力 蓄力一技能 祝项羽生日快乐 跟大家说 玩边路白起 千万不要先手聚焦大招 毕竟我们不是辅助位 像这波 先吃伤害 偷偷放二技能 拉到四个 再接大招 蓄力一技能 对吧 先让对手觉得 能集火秒掉你 等他们站位集中 你趁乱放二技能 他们是不会注意到的 之后连环控制 伤害最大化 而且大招几乎不会空 大家不要走开 这是第一局的素材 给大家看一下身心画面 之后还有两局 颠分赛的素材 这是一局 1200多分颠分赛 赛季第一天 可以说已经是高端局了 全国前700都在这个分段 我们来看一下 白起的表现如何 前期的话 兑现一个关羽 需要注意的就是 走位不要太靠近 对手防御他 打消耗就行了 还有就是 这个治疗不到残血 不要开 治疗是可以骗对手自信 反秒对面的 这边来到中路 被关羽大招 不要慌 大招打断他的能量 紧接着二技能 放他身后 拉到两人 蓄力一技能 命中三人回血 这个关羽是个好人 怕我被王昭君秒 又给我一线生机 小走位 躲开张飞大招 继续蓄力一技能回血 张飞关羽 几乎没有输出 就让他们打 刚好触发被动 给我们回血 虽少秀已够 疯狂点普攻 最后他把我被动打出来了 自己送自己回家 我笑了 然后边路白起 打法很简单 清一波线 就去中路支援一波 不要单击带线 我们走边路 很难一套技能 秒掉对手 要把这个大招的作用 发挥出来 这边也是配合 连波和李白 秒掉王昭君 然后再去找关羽 跟他贴脸就完事了 这个版本 反甲也是白起的神器 搭配被动 你都不用动手 站着让对面打 他自己都能把自己送走 这边准备集合推中 韩信小秒鱼姬 被鱼姬开出 二技能免伤了 这个治疗我考虑了很久 还是不交了 相信队友 然后看守约位置 他被连波击飞 竟然还想输出 大招指甲暗主 蓄力一技能 送他回家 这边看见关羽 开急跑大招入场 我人都傻了 快被防御塔 秒的同时 开治疗一技能 把血买上 但是没用啊 好家伙 他打我不疼 他就用防御塔打伤害 很细 这局对面就很难受 即使所有技能 扔我身上 我都能奶回来 最后也是没有压力 一波结束对面 然后再来看 最后一局巅峰赛 也是1200多分的 大家知道 为什么这么多主播 或者up主 都喜欢在赛季 第一天上王者吗 简单解释一下 赛季第一天 所有50星以上的玩家 都会掉到 星耀2这个段位 你上王者的速度越快 就可以越早 去打巅峰赛 第一批打巅峰赛的玩家 很多都是上赛季 巅峰赛2400分以上的玩家 跟这些玩家玩 可以说是提高 我们游戏水平的 最快方法 这局对线一个孙策 还是同样的打法 线上单吃很难 因为他消耗不过 你会缩他 我们还是要多去支援 像我们支援速度 肯定比不过孙策 那就多给队友发信号 给他们孙策的视野 我们后手入场 也可以打出 不错的效果 这边大招入场后 对面五个人 拿我一点办法都没有 不断利用一技能 打消耗就可以了 治疗捏在手里 给对面能秒我们的希望 你看这口血回的 百里都愣住了 来到中路 迎阵走位失误 被张良控住 我们直接交大 二技能放身后 配合鲁班大师 连环控制 最后一技能秒掉 这个连泼狠气 交大招 一技能想秒张良 结果张良还有闪现 我们贴连普攻 一技能助他幸福 然后跟大家讲一下 白起怕什么英雄吧 只要带真伤 并且伤害很高的英雄 都会让你丧失游戏体验 所以我每局都会进马可波罗 吕布倒是还好 前中期没什么好怕的 然后这一局打得很快 对面没办法打 我这个点没有真伤英雄 太难处理了 最后对面仅剩两人 还被我给拖住了 上路队友直接把对面给移波 这边一打二 吃了所有技能 差点反手把他们带走 可惜我有点短 不断被分枕 很难受 问大家一个问题 新赛季 你们都进哪些英雄 听说点赞的朋友 今天打排位赛会失联战哦 我的名文是宿命虚空调和 装备银眼足距 红脸斗篷 繁甲 永夜守护 不撕鸟之眼 不祥征兆 感谢大家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